欢迎收看今天的这支影片 今天这支影片我将会给大家来介绍三种热门的VPN协议 Virgar的VPN,OpenVPN和V2RYVPN 今天这支影片我会给大家来展示这三款VPN的速度 以及来评测他们这三款的VPN的性能 以及是否容易被抢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请接下来往下看吧 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AWS的账户 然后我会在AWS账户上去创建三台VPN伺服器 然后我们分别对置三台服务器进行评测 然后来评测它的网络以及连接情况 然后首先我们需要来开启 你可以看到我这有一款OpenVPN 然后我们需要点击它的一个instance 然后我们点击它的start instance 然后现在AWS就帮我们创建 开启这台OpenVPN伺服器 你可以看到现在它是running状态 是属于running状态的 然后IP是13.213.39.147 然后这里面我有一个网网网址 然后这个网址是我自己做的一个软件 然后我需要连接这个下载这个OpenVPN的配置 然后我们现在点击下载 运行下载之后它会下载到我的本地目录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右上方是已下载的 然后我们点击双击双击之后 它会连接到我的OpenVPN的这款软体当中 我们现在点击OK 然后这个IP就是我们刚刚创建好的新加坡的IP 然后我们点击Save 然后我们点击我的密码 然后我们点击连接 现在连接成功了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有数据正在传输当中 然后我们返回到我们的评测我们的IP是哪儿的 然后我们点击刷新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的IP跳到了新加坡13.213.39.147 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Instance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IP账号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最后再返回到评测Internet 这里面我会给大家来评测它这个网速怎么样 然后我们现在来评测一下 评测的过程中我会将这个评测速度写到这个 我这个PiChart的这个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新加坡节点的OpenVPN 它的下载速度是40.2Mbps 然后上传速度是2.90Mbps 这个速度上传的比较慢一些 下载的是40还是OK的 然后我们点击再运行一次 然后我们再评测一次看看 再次评测的话略低一些那我就取最高值 这次的上传速度是7.45 那我就取最高的吧7.45 你可以看到这是我OpenVPN的情况 然后接下来我返回到OpenVPN 我需要给它断掉 然后我们现在断开链接 然后呢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 如何创建 Viragard的VPN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脚本 这个脚本是我之前 自己编写的一个脚本 就是大概是100行 不到100行代码 然后我们可以创建一台OpenVPN 然后在AWS上 然后大家如果有信息的话 可以看我另一支影片 是如何运行 以及创建 Viragard的VPN的 然后这里嘛我们点击运行 点击运行之后 这个程式码就会去连接我的AWS 去创建一台Viragard的VPN 然后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界面上写是 Viragard的VPN的IP 只是13.213.33.136 然后我们返回到这个 我的AWS的账户上 我们点刷新 它会多出一台来 同样也是新加坡接点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上方 是新加坡接点的 然后这个是Viragard的VPN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IP是 13.213.33.136 然后正好和这个是一致的 然后它这个程式码 它这个内容就是将 远程伺服器上去 去运行这个脚本去 部署Viragard的VPN 然后将这个配置文件 下载到本地 这配置文件叫 fay underscore sg config 然后我们同样的返回到 Viragard的VPN 然后我们去导入这个 配置文件 它是在下载的本地的 然后我们点击输入fay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配置文件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IP 它是 13.213.33.136 然后连接部是51820 然后我们点击导入 导入之后我们点击允许即可 然后呢我们点击 active 现在是正在连接 Viragard的VPN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data资料 是正在传输当中 说明它已经连接成功了 然后我们同样的再返回到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这个看看IP地址是哪里 然后我们点击刷新 这回你可以看到它的IPv4已经变成了 13.213.33.136 然后同样的国家也是新加坡 你可以看到它的IP也变了 就是刚刚我们创建的这台IP 然后我们返回到我们的网络测试 我们来评测一下网速怎么样 然后我们点击run again 然后我们返回到这个评测 我们再来看看它的速度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它的下载速度是49.9 49.9 然后上传速度是 上传速度是31.9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性能 它的上传速度要高于OpenVPN的 然后它的下载速度略高于OpenVPN 你可以看到Virgar的速度非常快 然后它这个评测 你可以看到你的网络很快 然后延迟是283毫秒 因为我所在的国家的距离新加坡比较遥远 所以说它的延迟比较高 这取决于你本地的国家和你对你所使用的 VPN的国家的物理距离 然后我们再来评测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上传速度很高 这适用于比如说你连接VPN可以在 比如说YouTube上传一些影片 它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你可以看到再次测的时候是43.2 略低一些 然后它的上传速度是59.8 那我这回就取最高的吧 取59.8 因为它每次的评测的速度它不是一样的 但是大约都是范围都差不多 然后我们再来评测一次 所以说我目前的一个总结就是 如果你要是想上传一些影片 你可以考虑去使用Virgar的VPN 这次的话它是略低于OpenVPN 你看到这次的话它这个上传速度是60 比较高了 然后好现在我就是来关掉这台VPN 然后我们我们不去评测Virgar的VPN了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来评测另一款VPN 是V2RY 就是我们平常总用的小机场 小机场去连接 然后我来在这里面运行这个这个脚本 这也是我写的一个V2RY脚本 然后我们之前的影片也是有介绍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去搜索我的这个频道 然后去找这个影片 然后来我现在来运行一次 点击这个脚本 然后运行之后它会在我的 它会在我的AWS账户上去创建这台伺服器 我现在点击刷新之后 你会发现它又多了一台 然后趁此机会 我现在把那个OpenVPN先关掉 因为我关掉的话它是不收费的 然后点击关掉 就是我们想用的时候去开启 不想用的时候就关掉 然后这个是Virgar的 我刚刚已经展示过了 我就直接删除即可 然后V2RY你可以看到它现在的IP 它给我分配了一个175.41.189.120 然后一会我们去需要用到这个IP 我们需要去那个登录界面上去创建一个QQR图码 就相当于二维码 然后我们需要手机去连接的 然后这里面同时我们去我们那个MacBook 我去去搜索这个ShadowRocket 这个ShadowRocket就是我们连接 连接SSR协议或者是V2RY协议的 以及VMath的VPN 然后我们返回到我刚刚的PyCharm 我们来看看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创建好了这个页面 我们需要连接这个页面 然后返回到这个界面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QR图码 你可以看到现在进入登录界面 这是我刚刚开启的 就通过PyCharm脚本去创建一台伺服器 然后它的密码是它已经分配好了这个密码 然后我们点击拷贝 然后我们去返回到这个页面 把这个密码粘贴到上面 然后username是admin 然后我们点击login 点击登录成功之后 你可以发现它现在有CPU 内存swap以及硬盘 然后这里面我来点击入站列表 然后我们点击添加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我们选择 然后这里面我们remark一个 比如说v2ray随便起 然后我们点击添加 点击添加之后我们怎么用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点击操作 然后点击QR图码 然后直接将这个QR图码下载下来 或者是直接点击 可以点击查看 然后点击复制连接 将这个配置复制下来之后 返回到这个软体之后 你可以看到它说添加 这个已经点添加 点添加之后 你可以发现它这有一个配置 然后这个点击详情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IP是175.41.189.120 张老师和刚刚我们这个分配的IP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返回到这个EC2下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正在运行当中的这个结尾IP是120 张老师我们刚刚创建的V2RY协议的微频 然后我们现在返回到这个消费机 然后我们点击运行 怎么运行呢 点击Connect 你可以看到现在就是已经运行当中 然后我们返回到我们的IP评测 然后我们点击刷新 你可以看到现在IP跳到了175.41.189.120 然后它这个国家是新加坡 然后与此同时我们再来评测一些网速 然后我们点击运行 再次运行 然后我们同样的返回到我们的这个网速评测 我们来再观察一次 你可以看到它的网速它的下载速度是44.6 然后它的上传速度是0.68 这个太低了 上传速度是0.68 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延迟是1ms 这个比较快一些 延迟是1ms 我记得之前我评测VirGuard和OpenVPN 它大概都是286ms 大概是200多ms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它这个V2RY的这个延迟比较低一些 然后下载速度和其他的基本上持平 但是它的上传速度很慢 上传速度是0.68 然后我们再返回到这里 我们再运行一次 这回大家知道该如何去使用VPN了吧 就比如说如果你是想打游戏的话 你可以考虑VirGuard或者是V2RY 然后如果大家是想上传比如说影片了 大家可以考虑VirGuard 然后均衡使用的话 大家还是考虑VirGuard VirGuard比较快一些 这次你再看它的上传速度还是0.66 然后它的延迟是1ms比较低一些 然后它这个下载速度是略低一些 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比如说给大家来介绍 这三款的VPN它的 比如说性能以及不同 然后大家如果就是对于速度要求的话 速度要求的话 大家可以考虑去使用OpenVPN或者是VirGuard的VPN 从速度方面的话 OpenVPN速度很快 但不如VirGuard快 然后VirGuard的速度非常快 这方面已经超越了OpenVPN 但是在传输层方面 OpenVPN同时支持UDP和TCP 允许在TCP连接部443上进行设定 连接部443很少被防火墙阻止 这允许绕过西朝鲜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审查 然后VirGuard的VPN它仅支持UDP传输 因此无法使用TCP连接部443 因此更难绕过审查 相容性 与VirGuard相比 OpenVPN支援相容 与更多装置和作业系统 目前几乎每个VPN都采用该业协定 然后VirGuard它使用了它的特殊的加密算法 这种加密算法它没有广泛性的硬体的支持 所以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可能会更加的去更新 然后灵活性呢就是OpenVPN在加密方面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然后这使它更更加可自定 然后但同时也比较复杂一些 然后VirGuard在加密方面提供了选择比较少 但其复杂性比较低 弥补了这一缺点 然后从数据资料隐私上 OpenVPN不会存储任何有关使用者的私人讯息 然后VirGuard要求将使用者的IP位置存储在伺服器上 直到伺服器重新启动 然后这是我今天影片所介绍的这三台伺服器的 OpenVPN的不同的网速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别忘了订阅我 然后点赞留言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